上期视频咱们讨论了DW手表 没想到评论区很快有人调侃 说DW是表中Beats 看到这个评论品牌哥胡去一阵 怎么把Beats给忘了 遥想多年前走在大街上 总能在一群打扮时尚的年轻人身上 见到一款印有Beats logo的耳机 它就是Beats 甚至有人买了不畏听歌 就为了把这个带有字母B的好看耳机挂在脖子上 但神奇的是 Beats诞生没多久就沦为了耳机鄙视链的最底层 大家伙可以带着9块9的原道流泪 但面对几千块钱的Beats 评价却是垃圾 打开耳机吧 只要是提到Beats的帖子 评论区更是整齐的嘲讽和鄙视 充满了快活的气氛 夸张的溢价 垃圾的音质 廉价的做工 浮夸的设计 似乎所有能来描述一款垃圾耳机的词语 都被扔到了Beats身上 既然是垃圾耳机 那Beats为何曾经横扫高端耳机市场 甚至还能让苹果花天价收购 风光过后的Beats 如今带的人又为什么越来越少了 Beats的商业奇迹 离不开三个男人 第一位男人是个美籍华裔 叫做李美胜 Beats能够成立的重要助推人 1978年 李美胜在旧金山自家的车库里 创立了摩生公司 主要生产音响限材 并在1979年的 芝加哥消费电子展上一战成名 而后 差不多30年的时间 摩生一步步凭借各种音响高性能发烧级配件 成为线材 电源装置等细分领域的强者 但配件做得再好 小众市场也赚不到大钱 于是 李美胜决定 做耳机 进军大众市场 没有经验的李美胜 首先想到的是 和录影棚里的歌手们合作 很快 就派自己的儿子前往洛杉矶 与环球音乐旗下 IndoScope唱片公司的老板 吉米爱欧文建立联系 爱欧文来头很大 是美国金牌音乐制作人 在音乐圈子里人脉极广 然而 初次谈判 双方就因财务问题不欢而散 但这次谈判 却让爱欧文意识到 磨声公司说得对呀 耳机市场 确实有很大前景 凭我金牌音乐制作人的身份 直接自己弄个品牌 岂不是美滋滋 紧接着 他找到了西海岸说唱教父 曾多次获得 格莱梅奖的大宗师级人物 德雷 两位音乐界大佬一番讨论后 一致认为 市场上的耳机都太丑了 一个个长得就像医疗听诊器 不符合南西海岸 HIPHOP及AMB音乐消费群体 放浪不羁的审美 2008年初 两人成立了Beats 并和SLS AUDIO公司 推出了一款耳机原型 巨大的耳帽 厚厚的流水现实的头饰 外观彻底颠覆了 传统耳机枯燥的设计 但音乐人注定只会玩音乐 对制造耳机一窍不通 Beats原型机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 各种搞不定的披露频出 爱欧文和德雷眼看不对劲 又赶紧找回了摩生公司 希望不计前嫌继续合作 摩生也愉快地答应了请求 正式签订了5年的合作协议 很快 第一款Beats耳机被正式推出 外形夸张 色彩鲜艳 logo辨识度极高 极大满足了部分人的逼格需求 音质上调教偏向重低音 搭配节奏感强的HIPHOP及AMB 戴上就东斯大斯的停不下来 至于Beats为什么能火 原因很简单 抛开耳机定位 把它当成一个潮牌就行了 既然是潮牌 明星带货 搞联名和限量三大法宝 就必不可少 2008年 Beats正式发售之前 创始人之一的艾欧文 托人送了一幅 给NBA球星勒布朗詹姆斯 忐忑等待之时 詹姆斯回应 我要15伏 顺便还以免费代言的方式 换取了Beats一部分股份 没过多久 北京奥运会开幕 这个初出茅庐的耳机品牌 就跟着美国篮球梦之队 出现在了北京奥运会的 转播画面中 自此Beats开始了他的王者之路 大致思路是 凭借名人效应 迅速占领美国青少年的 两块精神阵地 一是流行音乐 二是体育赛事 首先看音乐圈 两位创始人 都是圈子里横着走的人物 举个例子 艾欧文是唱片公司制作人 他就利用个人关系 把知名歌手的MV里 全给植入了Beats Lady Gaga的Poker Face 便是其中之一 甚至还有一种说法 艾欧文旗下的艺人 如果不拍一张 头戴Beats的照片 那就别想走出老板的办公室 一旦拒绝在MV里 植入Beats耳机 还有可能被削减预算 至于德雷 作为西海岸说唱教父 在圈子里一呼百应 别说他自己了 光是几个徒弟 都是传奇人物 他们随随便便 在公共场合 带着Beats出街 就能引来万千粉丝 争相模仿 就连中国歌手 他也没放过 帮忙宣传的有 陈奕迅 陆寒 王嘉尔等等 而在体育圈 虽然不能强制 但可以打感情牌 逢人先送福尔基 NBA的队友人手一个 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 Beats一下子送出了 上千福尔基给运动员 包括弹簿限于 美国篮球队 整个英国代表团 中国游泳运动员孙杨等 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 Beats再度发挥传统艺能 把体坛各领域的明星运动员 请来拍了个广告片 大出风头 这其中还有个小插曲 索尼模仿Beats 花了巨额赞助费 送耳机给运动员 但没想到 观众把关注点都放在了Beats上 后来 Beat的国际足联 不得不明令禁止 运动员不允许在比赛场馆中 佩戴Beats耳机 总之 这一番运作下来 全世界都刮起了一阵Beats风 毫不夸张地说 随便搜一个欧美明星 都能找到他脖子上挂Beats的画面 在明星们的洗脑下 普通人更是疯狂跟风 把Beats挂在脖子上出街 成为新时尚 当然 为了进一步提高影响力和溢价 Beats还和各种知名品牌合作 一起搞联名和限量款 Fundi MCM Alexander Wang Pigol等品牌 都曾跟他合作 推出过联名耳机 连卡通界的布朗兄和Hello Kitty 也不放过 仅2012年 Beats的销售额就达到了10亿美元 在美国高端耳机市场的占有率 高达64% 然而 凡事都有两面性 Beats营销做得好 产品却饱受专业音频市场的诟病 就外观来说 Beats绝对是行业佼佼者 但如果单纯把它当作一个耳机的话 几乎是同价位最差 森海塞尔 哥德 索尼 甚至是评价的AKG 都是比Beats更好的存在 发烧友的各种调侃也频出不穷 比如 如果你觉得Beats音质还不错 那你一定是买的华强北山寨产品 Hi-Fi的价格 地摊货的音质 纯纯智商税 一个项链而已 弹什么音质 背后的原因 一方面是主攻低音 除了强烈的动词大词外 整体调音稀碎 另一方面是2012年 Beats和魔生公司分手后 决定单干 单干之后 如果老老实实 按部就班的发展也还好 但Beats却把宣传语换成了 True Music 这就很尴尬 本来就被发烧友嫌弃音质 竟然敢说自己是真正的音乐 各大顶级耳机厂商 哪怕是带上就流泪的森海大奥 也没有这么大勇气 敢自称真正的音乐 Beats的行为 无异于找骂 所以渐渐的 黑Beats成为了耳机圈里的常态 但黑红也是红 这并不影响Beats 凭借外观和社交属性 成为全球青少年的流行符号 毕竟 大多数人购买Beats 不仅仅是为了听歌 也是在添置一件昂贵的时尚配饰 一款潮人专属choker 2014年 正值鼎盛时期的Beats 迎来了新的高光时刻 苹果宣布 以30亿美元的价格将其收购 其实 这个金额原本是32亿美元 但Beats创始人之一的德雷 太过于兴奋 提前走路了消息 在社交平台放出豪言 我将会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黑鬼 因此惹恼了苹果 将收购金额砍掉了2亿美元 但即使是30亿 也足够震撼 这个价格是苹果有记录公开的 收购案中最高的那个 并且收购行为也不符合苹果的作风 按照常规情况 苹果过去总是收购 有核心科技 或者有远大前景的小公司 Beats显然都不是 当时 没人能猜出苹果到底是为了什么 有人说是想借此拿下 高端耳机市场的份额 也有人说是助力iTunes的流媒体业务 还有人说 纯粹是稳住骨架 讨好华尔街的老爷们 但事实是 嫁入豪门后 Beats很快就遭到肢解 先是裁员30% 然后是团队合并 之后又被精简产品线 Beats Music 整合进苹果的流媒体业务 Apple Music 大量用户的合并 也让Apple Music 成为仅次于Potify的音乐流媒体平台 再不久后 Beats的前成员 包括两位创始人也接连离开 苹果彻底将其大换鞋 当然 苹果也给了Beats一些扶持 比如用上了苹果自研的WE芯片 进入苹果的销售门店 重新设计了更舒适的耳机内部等等 只不过苹果给的实在太少 甚至可以说是血藏 特别是AirPods壮大之后 一切戛然而止 2016年9月 苹果宣布取消iPhone7的耳机孔 然后掏出了更好的解决方案 真无线蓝牙耳机AirPods 即使AirPods槽点很多 价格较贵容易丢失 让消费者抱怨不止 但还是被抢购一空 咱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 来看AirPods有多受欢迎 发售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获得了26%的市场份额 原本有着24.1%份额的Beats 迅速滑落到15.4% 跌至第三 绝大多数无线耳机品牌 份额都跌到5%以下 甚至当年Beats的走红套路 也出现在了AirPods上 无论是体育明星 还是好莱坞的艺人 以及各种潮流的街拍造行李 AirPods都瞬间成为了 新的时尚单品 2017年到2019年 AirPods的全年出货量 从1500万台上升到了6000万台 两年内翻了4倍 相比之下 Beats的存在感越来越低 美国75%的青少年 将其替换为了AirPods 在苹果的影响下 TWS耳机也迎来了空前的发展 无论是大厂还是小的创业公司 全都开始入局 一年卖掉3亿多幅 别说Beats这种头戴式蓝牙耳机了 哪怕是最传统的有线耳机 都在TWS耳机强势打击下 成为异类 即使后来Beats频繁起明星代言 又继续发挥传统异能 出现在各种体育比赛 或者联名上 都无济于事 一方面是 头戴式耳机的潮流已逝 另一方面是 离开了两位灵魂创始人 再也没有了时尚基因 曾经的顶流 曾经的潮人必备 曾经的True Music 就这样被时代抛弃了 事到如今 可能人们才反应过来 苹果高价收购Beats 或许只是在给AirPods 铺路而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